怎么 除了刚才那个在我面前自费双臂的叶娇 齐小姐还准备了其他高手啊 收拾一个筋骨寸断的废物 用得着什么高手出山啊 一个保镖就可以虐杀你 不过嘛 你这命 以及手里的三百亿现金 我打算献给玄女都统 齐玉飞 你这话什么意思 玄女都统 您说的没错 国主刚刚宽恕这个卖国贼 倘若此时他突然暴毙 国主必然大怒 但如果您下令诛杀他 并且将三百亿现金充当军饷 还有 这找到山河设计图的功劳 想必国主到时只会对您恩大与乏吧 都统 我认为齐小姐所言是 这个卖国贼割地赔款 荼毒千万子民 早就应该凌迟处死 现在 用他这条贱命 换取三百亿的军饷 也算是他长青了所欠龙国的部分孽债 玄女都统 我们恳请您诛杀此人 请玄女都统下令诛杀此人 请玄女都统诛杀此人 想要杀我 玄女还不敢 混账东西 玄女都统 捏死你 如同捏死蚂蚁一样简单 你从哪儿来的底气 来恳求玄女都统饶你狗命啊 死到临头了 还白日做梦呢 哪来的底气 就凭这个 温室长压超导体技术 温室长压超导体 一旦面试 便可直接开启 第四次工业革命 全球的经济 会增长一百倍不止 甚至可以改变整个世界 没想到 秦无双 就研发出了 这项超人力的技术 什么狗屁超导体技术 不过是这狗东西 在这拿的虚假保密符吧